多长同学你们好 下面呢我们来看第三个考点 债券的到期收益率 首先我们来理解什么叫到期收益率 到期收益率它指的是呢 以特定价格购买债券并持有至到期日 也就是说它的关键词是什么呢 就一定是持有至到期日的 所能获得的报酬率 那么它的这个计算的时候 它实际上是一个求责限率的过程 就是要找到使得未来的现金流量限值 等于债券购入价格的责限率 那我们可以来理解一下啊 这个到期收益率啊 实际上我们刚才已经强调了 它一定是持有至到期日 但是呢债券的购买日呢 这就没准了对吧 因为它可能是买的新发债券 也有可能买的是流通债券 所以对于债券的到期收益率 它实际上指的就是说 我们在这个某一个特定的购买日 是吧我们以特定价格买这个债券 持有的到期日 那么它的这个收益率 也可以把它理解为 就是我们债券投资的内涵报酬率 将来我们在教材的第五章啊 我们会介绍项目投资内涵报酬率 这个到期收益率 债券到期收益率 就是债券投资它内涵的报酬率 是吧 有关这个到期收益率的计算呢 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啊 债券的购买价格 这个在考试时候 它会给你 如果让你计算的话 就给出你当前的啊 我们这个 你准备要投资购买 那个10点的购买价格会给我 而这个未来的流入 利息始终是面值 乘以票面利率来确定 是吧 然后由于我们到期收益率 是持有到到期日 所以它到期日的话 我们就会有 本金 是吧 所以到期收益率计算呢 其实我们就是 求解这个 择限率的一个过程 就是使得 未来的流入限值 刚好 等于购买价格的 那个择限率 是吧 我们可以结合 这张例题 来看一下 如何计算 到期收益率 它告诉我们说 这个ABC公司 某一年的 2月1号 用平价购买 一张面值是 1000的债券 票面利率8% 每年计算 并支付一次利息 5年后到期 如果持有至到期日 让我们算到期收益率 那大家可以看 对于这样的话呢 等于说 我们的初始的购买价格 因为它是平价购买 那就是按面值买进 然后未来的利息呢 始终是面值 乘以票面利率8% 就是利息 就是80了 对吧 所以我们的 未来5年到期嘛 5期利息80 到期本的1000 那我们就是要找到 使得未来的流物限值 等于流出 流出就是1000 而未来的流物的限值呢 这个80是年金 所以P-A 利率是让你求的位置数 也就是我要求的这个 这个所谓内含保护率 是吧 或者到期收益率 期数为5 再加上到期的本金1000 我们乘上一个 负利限值系数 然后呢 我们怎么办呢 只能是逐步测试 那我们就可以先设一下 利率是8% 然后大家可以看一下啊 因为我们的目的是要找到 使得未来的流物限值 等于流出 所以呢 呃 我们这个流出的限值呢 就是我们这个1000 啊 而流入我们刚才已经谈了 就是利息 年金限值 到期本金 复利限值 那么这个择限率的计算呢 我们就是要用试算法 自己去测 我们设立率是8% 往里面一套呢 正好是1000 所以到期收益率就是8% 其实我们可以得到一个结论 如果是平价购买的债券 他到期收益率就是他的票面利率 也就是我们以后遇到这样题 可以不用去测了 啊 他就是票面利率 但是大家可以看啊 我们书上这个题改了 假设我们把买价 不是说平价买的 我是花了1105 所以我的现金流出是1105 我要找到使得未来的流物限值 等于流出 啊 那么这样一来的话 那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们未来的流物限值 还是80乘以年金限值系数 1000乘以复利限值系数 但是我们希望他等于1105 那你可以看到 你可以理解哈 就是我买债券等于多花钱了 你看前面的是平价买 花1000块钱买 那我们说他到期收益率是8% 那你现在多花钱了 那到期收益率一定是要低了 就达不到8%了 是不是 因为你花钱投资投的多了嘛 那既然是应该比8%要低 所以我们在利用逐步测试的时候呢 就要往低测 比如说首先我先说利率是6% 我们去算一下未来的流物限值 得的结果是1084.29 还是比我们1105要低 那怎么办呢 我还得再压低 是吧 如果比我低 我就要再做上低测 再上低测算的是1178.09 然后呢 我们就可以利用内插法 对吧 因为大家可以看我们这个测试的这个过程呢 它实际上就是说 这是利率 这是未来的流入的限值 那我们测到利率是4%的时候 我们的未来的流入限值是1178.04 然后我们的利率呢 是6%的时候啊 我们测出来 未来的流入限值呢 是1084.29 但是我们是想让你帮我来确定一下 这个利率爱为多少 我们能够使得未来流入限值等于1105 所以这个利率呢 就说加在它俩之间 因为这个1105啊 正好加在1178.04和1084.29 对吧 这个时候我们第三章讲的那个内插法那一块 一个道理是不是 就把它近视的 我把利率和限值给它近视看成是直线 然后直线上三点 任意两个横坐标擦直的比 比如说我用I减去4% 比上6%减4% 要等于对应的1105减去1178.04 比上1084.29减去1178.04 然后一解方程 就是我们这一块 对吧 就是利用内插法 任意两个横坐标擦直的比 等于对应的重坐标擦直的比 就可以算出来 当然如果我们有的同学啊 比如说手里有机中计算器 它里面呢 有一个IR的功能 是吧 那么你也可以直接利用IR这个功能 去求这个内含保护率 也是可以的 是吧 可以求这个倒计收益率 不过就是逐步测试啊 我们说手工计算 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也害怕 万一它不让我们带计算器呢 那我们就要有逐步测试的方法 尤其是我们今年 这个就是中计协公布 我们计算机上那个计算器 是科学计算器了 对吧 它能够给你连层连加的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有可能不让我们自己 带这个计算器的时候 那这时候 我们要会利用逐步测试的方法来求 对吧 当然它如果让我们带 你可以利用 就是IR的功能 去求内含保护率 是吧 那么现在我们可以通过这个例子啊 我们可以看到 如果是平价购买的债券 那么到期收益率就是票面利率 那如果你是溢价买的呢 说明你是多花钱了 那既然你多花钱了 那这个到期收益率啊 就会低 会低于你的票面利率 那如果是折价的债券呢 说明你买的便宜啊 对吧 别人花一千块钱买 我只花了九百块钱 所以我的收益率就会高 是不是 我会多出来一块资本利得呀 你可以这么去理解啊 所以它到期收益率会高于票面利率 那我们怎么来记呢 大家还是这样 只看票面利率 你回忆一下 我们在前面谈到这个市场利率 和票面利率的关系的时候 我们谈啊 如果票面利率高于市场利率 我们的债券是溢价债券 如果票面利率低于市场利率 它是折价 如果等于就是评价 那这块一样道理 就如果要是说我们是一个 折价的债券 那么它的票面利率是比较低的 它会比到期收益率要低 如果是溢价债券 那这票率就高 它是高于那个到期收益率的 评价的话就相等 是不是 所以这实际上是 这个我们可以按照 只看票面利率来考虑 它对折溢价 或者评价的问题 那么对于这个债券的 到期收益率啊 这个指标 我们也可以用它来决策 帮助我们是不是 去判断这个债券 是不是值得投资 因为这个到期收益率 是债券投资的内涵报酬率 所以这样一来的话呢 当到期收益率 高于投资人要求的必要收益率 那么这个债券是值得投资的 那其实这个决策 和我们前面讲的 用债券价值和购买价格 去对比决策 他们的结论一定是一致的 什么意思呢 其实我们就可以来看一下 他们的关系 如果要是说我们在前面 我们讲了 债券的价值 是未来的现金流物的限制 我们是希望这份价值 是高于它这个购买价格 对不对 是高于它的这个购买价格 其实你可以看一下 如果要是债券价值 高于购买价格 其实你就可以推出来 你的这个到期收益率 它一定是超过了 投资人要求的必要报告率的 为什么呢 其实你想我们计算 债券价值的时候 就是拿必要报告率 则现在算出来的 而这个到期收益率 是根据购买价格 然后我们求那个 内涵的那个收益率 所以其实它一定是同时成立 就是如果 在券价值高于购买价格 那么到期收益率 它一定是超过投资人 要求的必要收益率 那么反过来呢 如果说你的价值 等于这个购买价格的话 那我的到期收益率 就和必要收益率 就会一致 当然如果你的价值 小于购买价格 那这个债券就不值得投资 为什么不值得投资呢 因为它的到期收益率 没有达到 我们投资人要求的必要收益率 所以这个它实际上是同时成立 对吧 就是你可以用 债券价值去决策 我们是跟购买价格对比 去判断该不该投 也可以用到期收益率 和必要收益率对比 去判断该不该投资 我们可以先看一下 去年这个多选题 说假公司 折价发行公司债券 债券期限是五年 面值一千 票面利率8% 但是每半年复息 大家可以想 如果是折价的债券 那我们的到期收益率 我们给大家讲了 只看票面利率 票面利率应该低 那既然票面利率低 所以我们到期收益率 一定要比这个8% 应该是高的 是吧 所以你看他说 该债券的到期收益率 等于8% 这个不对的 他说该债券的报价利率 等于8% 我们这个票面利率 那就表明他的什么呀 我们这个票面利率 他是报价利率 对吧 每半年复息一次 所以他这个8% 他只是报价的票面利率 那这个应该是对的 然后再看C 该债券的 即息周期利率 小于8% 因为是每半年复息一次 所以每个即息周期的利率 应该是4%的 所以当然这个是小于8% 然后再看D 比如说该债券的有效年利率 大于8% 那这个一年计息多次 是吧 所以它是结合着我们前面 就是第三章的 年内计息多次 它有效利率高于 它的这个报价利率 所以这样的话 只有A是错误的 是吧 应该是到期收益率 它实际上是 我们是要高于8%的 那我们再来看一个计算题 这实际上是我们 以前的一个考题 我们稍微看一下这个例子 它告诉我们说 C公司在某一年的1月1号 发行了5年期债券 面值1000 票面利率10% 每年的12月31号 复息到期还稳 然后第一问就是说 假定某一年1月1号 金融市场的等分险利率是9% 那你债券的发行价 应该怎么来确定 那我们说债券的 这个发行价怎么确定 实际上也就是债券的价值 对吧 因为你可以想一下 如果你的发行价定的特别高 那我们投资人 你得考虑同学 是不是愿意买啊 实际上就是我们 对于债券的这个发行价 它应该是最起码要 是要值那个钱 投资人才愿意去投资 是不是 所以我们说 这项价值要大于等于 它的这个价格 投资人才会买 是吧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这样就求这项价值 我们把未来的各期利息 因为它利息 面值1000 乘以票面利率100% 这100的是一个每年的 是5年的 对不对 所以我们就可以直接拿 这个我们可以看一下 100乘上5年年金限制系数 加上1000乘上5年的 负利限制系数 然后择限率呢 都是按照等分险的市场利率 9% 对吧 所以第一问没问题 现在我们来看第二问 说假定一年之后 该债券的市场价格呢 是1049.06 然后问你该债券于某二年 1月1日的到期收益率 所以这块呢 就一定要给大家提醒一下 就是 你像我们那一年 有很多同学 他就是 认为是 我们是初始买的 然后持有一年 他的价格把它卖了 然后去求投资收益率 那两码事啊 那得看他说什么 人家说的是 到期收益率 什么叫到期收益率 就从现在购买 持有到到期日的 他的收益率 对吧 一定是持有到到期日 那既然是持有到到期日 那么购买日 是什么时候呢 那么他考试就会告诉你 购买日 所以在考试的时候 他问你 我们于某二年 1月1号的到期收益率 他指的是什么呀 某二年1月1号 购买这个债券 持有到到期日的收益率 所以注意他的这个参谓 因为我们介绍了 所谓到期收益率 指的是持有至到期日的 但是购买日呢 他要提醒我 所以他指的是某二年 1月1号购买 持有至到期日的收益率 那么某二年1月1号 也就是说过了一年了 他这后价格已经变成 1049.06了 那我们是要使得 未来的流物限值 等于我们某二年 1月1号购买这个价格 而未来呢 因为他已经过了一年了 所以未来只剩下 四期利息了 所以你在考虑未来的利息 这个100去考虑年金限值时候 是吧 择限率上你求的未知数 期数应该是 未来只剩下四期 到期本金 也是1000 乘上一个四期的 负利限值系数 对吧 然后呢 那大家可以想一下 你像我们最实际上 也是以前的一个考题 对吧 我们可以看 这个一看 它是溢价比面值高 所以我们在前面 给大家介绍过 只看票面利率 就如果是溢价 就说明票面利率高 那你的到期收益率 就应该往低侧 也就是说要比我的 票面利率10% 要往低侧 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们后面这个测试的过程 也就是我要比10%要低 所以我就往低侧 我设利率是9% 带进去去求一下 未来的流物的限值 然后再设利率是8% 也是往里面去 哎 求一下 它的这个限值 然后利用内插法 是吧 就任意两个利率 插值的比 等于对应的 限值插值的比 因为我们是要找到 使得未来的流入限值 能够等于我们这个 能够等于这个1049.06 那这个1049.06 它正好是加在这个 1032.37和16.21之间 所以内插法能来的 所以这样第二份 我就可以得到了 然后我们再接着看 它的这个第三问 它是该债券发行后 发行四年以后 该公司被揭露出 会计账目有欺诈嫌疑 这个不利的消息呢 使得这个赠票的价格 在某五年1月1号 由开盘的1018.52 跌到收盘的900元 然后问你 跌价后 该债券到期收益率是多少 是吧 那你看它这个是四年后 它是跌价后 那也就是说你跌价后 你买这个债券 然后持有至到期日 那我的投资额就是900了 对吧 持有到期日 已经过了四年 未来就只剩下一年了 那么一年的话 那我就要考虑 一年的利息100 还有到期本金1000 然后让你求收益率 那么还是使得 未来的流物限制 等于流出吗 所以900就等于1100 除以一个一加爱 那你去求爱就可以 是不是 这是我们谈的有关 到期收益率的这个计算 还有再生价值计算 就是想给大家强调 这个到期收益率 一定是持有至到期日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我们16年这个考题 它是告诉我们说 这个小W呢 是购买个人住房 向假银行借了30万元 这个实际上我们在 第三章已经给大家介绍 那个分期还款额了 但是现在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有关债券 到期收益率这部分的 这个计算 那么我们还是看一下 他告诉我们说 这个借款的年利率6% 但是它是每半年 计息一次的 期限5年 从14年1月1号开始 到19年1月1号为止 然后小W选择等额 本息还款方式 来偿还贷款本息 还款日呢 是每年的7月1号和1月1号 但是2015年的12月末呢 就小W的收益单位 放了一个一次性年终奖 有6万元 就15年的12月末 是吧 等于说是过了两年以后 他合到一笔奖金 那正在考虑呢 这笔奖金的两种使用方案 第一个呢 就是在16年的1月1号 提前偿还银行借款 这个6万元 就是当日还是要按原内的 每期还款额去还的 但是我们在这块要 还要还提前还一笔6万 然后第二个条件就是说什么呢 第二个选择就是我买国债 并且持有至到期日 以国债呢 是五年期债券 每份债券面值1000 票面利率4% 单利即息 到期一次还本付息 以国债还有三年到期 当年的当前价格是1020 那我们看他的第一问吧 让你计算投资以国债的到期收益率 大家可以看一下啊 到期收益率指的是什么呢 从现在持有 然后呢 就是现在购买这个债券 然后持有至到期日的收益率 那现在我们来看对于投资国债 因为他告诉我们呢 这个购买这个以国债 并且持有至到期日 这个国债呢 是一个五年期债券 面值1000 票面利率4% 但是单利即息 到期一次还本付息 但这个国债还有三年到期 就是流通债券 对不对 那我们求到期收益的指示 从现在购买 然后持有到到期日 那么未来还剩下几年啊 未来还有三年 当前的这个购买价格是1020 是不是 然后关键在于 未来的流入是多少呢 我们给大家强调过 对于到期一次还本付息的债券 他提前是不会得到 任何的这个利息的回报的哈 只有在到期日 我们可以拿到他的利息和本金 这块的关键点就是说 人家是一个五年期债券 所以实际上呢 他在 等于说就是两年之前就已经发行了 对吧 但只不过呢 我们这个 呃 就是说 小W 他是 这个债券已经发行两年后才买的 但是由于我要持有之到期日 所有的利息都应该给我 对吧 应该一千乘上 啊 百分之四 然后呢 乘上 可不能乘三 要乘以五 他是到期一次还本付息的债券 所以 这个国债 他到期日是要给我五年利息的 对不对 谁持有到期日 就是他要全部的所有利息 啊 然后到期还可以收回本金一千 应该是这样的 所以大家看这个现金流你搞清楚了啊 那就说 呃 我们相当于 啊 这个就相当于我们这个呃 可以得到到期可以到就是两百块钱利息 还有一千块钱的这个本金 所以 这个整个的 是吧 我们可以得到一千两百 那么让我求到期收益率呢 那我就是要找到使得未来的流物限值等于流出 流出是一零二零 而未来流物限值一千两百 除以一个我要求的那个到期收益率一加爱的平方吗 一加爱三次方啊 三七啊 一加爱三次方 然后你去求爱就可以了 对吧 当然你也可以 你要那个我们这个有多多能计算器 你可以用密次方啊什么的 然后或者是我们就 也是主要逐步测试内擦 对吧 那么这个因为 你可以看他一千零二十是吧 呃 要等于我们这个一千两百 乘上三七的复利限制系数 那我们就可以去测哈 呃 因为他相当于是这个比我们这个面值一千高一些 所以往高撤一下 我设立率是百分之五 那么得到这个 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复利限制系数 0.8638 我再往再往高撤 0.8396 然后内擦就可以 那么这个计算的结果是债券的到期收益率 对吧 就是 这是一个年的复利的到期收益率 那我们在判断 因为他让你去判断 我们到底是买国债 还是提前还借款 你当然是应该把到期收益率和借款的成本去对比吧 那么这个借款的利息率多少呢 借款利率它高我是百分之六 但还是每半年复息 一定要口径一致 所以呢 我应该是把这个 就是国债的到期收益率和借款的年有效的资本成本去对比 是吧 那我们一对比的话 你这个到期收益率要低 是吧 而借款的这个年有效的利率呢 是百分之六点零九 所以从这样情况来看 就是投资国债的收益率有点低了 那我们就应该是选择提前去偿还借款 是吧 其实这个求到期收益率的关键 就是说我们如果遇到像这种到期一次还本付息的话 它未来的流入是全部的利息流入 它不会由于你 这个比如说已经过了一段时间了 它就少给你利息 就是因为你是持有到到期日 所以全部的利息是归你的 这个和分期付息债券不一样 分期付息的话 前面的利息已经支付完了 那它和你后面的投资人没有关系 是吧 所以这是我们谈的有关 就是到期收益率这一块 大家需要注意的 好 这是有关债券到期收益率的计算和相应的结论 就是大家需要注意的一些问题 那我们这一讲的内容呢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